高雄荣民总议院主办 东南水泥集团 财团法人呈将章文教基金会 呈赵书公益慈善基金会益助经费 澎湖县荣民服务处 高雄荣总台南分院 及澎湖有限电视公司等单位 协办的澎湖县巡回议诊服务 第二天来到吉倍社区活动中心 展开第一场离岛场次的议诊服务 在完成场地布置之后 配合村里办公室的广播通知 随即就迎来不少相亲来到现场 在中心志工及议诊团人员的协助下 前往各个城科就诊 吉倍存长信用前及民众 对于议诊团来到吉倍 嘉慧相亲的一举都表示相当感谢 好啦 那是怎么办呢 来给我们 这小姐都给我们 给我们刷就是好 不然要怎么说 感觉很亲切的 有来我都会在这边 我都会在这边 对村民来讲 大家非常地感谢 因为大家有疾病的话 也是没有办法 就得到我们到台湾本导 也是透过你们 我像上一次譬如这样讲 一大当初来检查好几个油问题 都都马上去去治疗 这次我们来讲是做很好的 希望你们每年永远都来 因为你等一下 你就会看到我们村民 大家都记得要来看 耳鼻侯克医师张国平主任指出 旁渤的环境由于空气品质及湿度 以及人口老化的关系 照常发现民众有鼻子或耳鸣的症状 但经常被民众认为是小问题而轻忽 他认为除了健全离岛医疗量能怪 应该加强卫教宣导 让民众具备更加深刻的保健诊治 经过这两天我疫诊的结果 发现到离岛的居民 其实以鼻子的症状 还有一些耳鸣的症状为居多 那当然鼻子的症状很多 是因为生活环境 还有一些空气 还有一些湿度的关系 是有影响的 那耳鸣可能大概还是一样 年纪大或者是有一些 之前工作的关系有一些噪音造成的 所以可能对于这一方面 可能更需要去做一些 跟他有相关性的一些 一些卫教的东西 会比较适合一点 那在这边的居民 我发现到他们大概都有这些问题 可是他们就医 问过他们的就医的病史 其实我觉得大概就医的频率 其实真的不高 可能会他们会认为说 他们这个是他们 以前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其实多多少少还是 我是觉得可以经过 就是说比较适度的 卫教适度的一些家居访问 让他们根据这些 比较他们常会犯的这些毛病 可以看看可不可以 让他们更有一些 就医的一些方式或经验 这样子 两个小时的疫诊服务 在所有医疗团队成员们的 努力之下顺利成功 也与在地乡亲们 约定好明年再相见 和疫诊团的即备之旅 也顺利的圆满落幕 高雄荣总赞不赞 在 陈赵树基金会赞不赞 在 台南奉业赞不赞 在 记者蔡红翔 吴孟伦报道 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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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